那名單有分兩種 一種是陌生客戶的名單 一種是已經成交客戶的名單 因為有些企業主他們會問我說 譬如說最近講LINE加粉絲好了 那LINE的粉絲裡面呢 假設一剛開始就破500人 哇好快喔 那500人哪裡來的 這500個人都是現有客戶 我們請他加為粉絲的 好那現有客戶你要發給他訊息 是已經埋過的人齁 所以我們要著重點是什麼 並不是跟他成為很好的朋友 而是讓他了解他買到的東西價值有多高 而且呢可以做更深入的什麼樣的應用 這個產品 因為有很多我譬如說以前買過的電子伺服器 電子郵件伺服器的那個客戶公司 他們買了之後 其實他們只用到了20%的功能而已 另外80%的功能都沒有在使用齁 所以他們如果要幫我轉介紹的話 其實他只會去講那20%的功能 事實上另外80%的功能 也許對他的朋友是有用的 可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發電子郵件的時候 發電子報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會針對說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80%什麼什麼功能嗎 比如說我們的電子郵件 那可能只是A公司傳到B公司 B公司傳到A公司等等 可是我們還有其他功能是什麼 比如說大量發送電子報 唉唷 大量發送電子報原來這個功能喔 唉唷不知道 或者是他可以跟AD整合 就是說跟跟Windows的伺服器做整合帳號的功能 那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企業不知道 那對這個已經知道的 已經買過的客戶呢 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還有其他功能喔 如果他的朋友也需要的話 其實他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功能還蠻多的 那如果是剛收集來的陌生客戶名單的話 那你要給他們的重點又不太一樣 你要跟他們產生信任關係 讓他們覺得跟你久而久之 是對你非常信任的 對你的專業是非常推崇的 讓他覺得你是權威 讓他覺得你是權威 那這樣子的不同的名單屬性 一個是不熟的 一個是已經是客戶的 不同的名單屬性 有不同的經營方式 然後重點還是一個 如果沒有名單 一切都是空的 如果沒有名單 將來就不會有龐大的收入來源 所以名單非常非常重要 在一週賺進300萬這本書裡面 你知道這個Jet Walker 他為什麼能夠一週賺進300萬 就那兩個字 名單 你知道他一剛開始的名單有幾筆嗎 他剛開始的第一本電子書 是賣股市投資的電子書 他第一次發出去的名單 就讓他賺進了大把的鈔票 但是他發出的名單有幾筆你知道嗎 如果你看前面的章節你就會發現 他發出的名單有十萬筆啊 十萬筆 如果你有這麼大名單量的話 你當然不怕 你的收入來源會出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名單只有幾十筆 幾百筆的話 那其實還是有點風險 如果你的名單量不夠大 沒有到幾千筆幾萬筆的話 那你就要去努力的收集 努力的收集 努力的收集 但是不是亂收集喔 努力的去吸引這些人來當成你的粉絲 比如說LINE的粉絲 那就是你的名單 比如說Email 手機號碼 這些都是你的名單 那我們根據這些名單去做經營 根據這些名單去做經營 抖發 抖發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